在别人的故事里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听书中人的故事历经千百种人生 今天帮大家借阅的是民国才女陆小曼的人生 作为民国的风云人物 陆小曼上会画安昆去也能演皮黄 还写了一首好文章 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扎实的文字修饰能力 后来他更是因为与徐志摩的婚恋而成为著名的近代人物 《开道图迷花是了》是陆小曼的一部作品精选集 书中不仅囊括了他的散文、诗歌、书信、小说、戏剧等题材作品 还收录了他的代表画作 今天熊爷要为大家分享的内容 是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为丈夫遗留诗稿所作的一篇序 在这篇序中陆小曼已真是感人的笔触 书写下了自己与丈夫的生活点滴 以及对丈夫的怀念之情 也许生活便是如此 明天和意外不知哪个先来 希望我们都可以好好珍惜身边人 别等到失去了才追悔莫迹 今日接约人生的主角 陆小曼 云游旭 我真是说不出的悔恨 为什么我以前老是懒得写东西 智摩不知逼我几次 要我同他写一点旭 有两回他将笔墨都预备好 只要随便图几个字 可是我老是写不到几行 不是头晕即是心跳 只好对着他发愣 抬头望着他的嘴 盼他吐出圣志来 我即可以历时地停笔 那时间他也只是笑着对我说 好了好了 太太 我真拿你没有办法 去担着吧 回头又要头痛了 走过来支去了我的笔 扶了我就自担下了 再也不想接续下去 我只能默默地无以相对 他也只得对我干笑 几次的张罗结果终成抛印 有谁能够料到 今天在你去后 我才真的认真的 算动辟些东西 回忆与追悔 便将我的思潮 模糊地无从捉摸 说也惨 这头一次的序竟成了最后的一篇 哪得叫我不一阵心酸 难道说这也是上帝早已安排定了的吗 不要说是写序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落笔 压根我就不会写东西 虽然智模说 我的看东西的决断比谁都强 可是轮到自己动笔就抓瞎了 这也怪平时太懒的缘故 智模的东西说也惭愧 多半没有读过 这件事有时使得他很生气的 也有时偶尔看一两篇 可从来也未曾夸他过半句 不管我心里是多么的叹服 多么赞美我的魔 有时他若自读自赞的 我还要骂他臭美呢 说也奇怪 要是我不喜欢的东西 只要说一句 这篇不大好 他就不肯发表 有时我问他 你怪不怪我老是这样苛刻地批评你 他总说 我非但不怪你 还爱你能时常地鞭策 我不要容我有半点的臭美 因为只有你肯说实话 别人老是一味恭维 话虽如此 可是有时他也怪我 为什么老是好像不稀罕 他写的东西似的 其实我也同别人一样地崇拜他 不是等他过后我才夸他 说实话 他写的东西 是比一般人来得俏皮 他的诗有几首写得真像活的一样 有的字用得别提多美呢 有些神仙式的句子 看了真叫人神往 叫人望却人间有烟火气 他的体格真是高潮 我真服他 我真服他从什么地方想出来的 诗是没有话说 不用我赞 自有公论 散文也是一样流利 有时想学也是学不来的 但是他缺少写小说的天才 每次他老是不满意 我看了也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我这一点浅薄的学识 便说不出所以然来 学美叫我写魔的云游的序 我还不知道他这云游是几时写的呢 云游可不是他真的云游去了 这一本怕是他最后的诗集了 家里零碎的当然还有 可是不知够一本不 这些日因为成天的记忆他 只得不离手地看他的信童书 郁号当然遇事伤感 可探奇才遭天度 从此我再也见不着 他的可爱的诗句了 当初他写东西的时候 常常喜欢我在书桌边上捣乱 他说有时在逗笑的时间 往往有绝妙的诗意 不知不觉地驾临的 他的巴黎的林爪 自剖 都是在我的又小又乱的书桌上出产的 书房书桌 我也不知道给他预备过多少次 当然比我的又清又解 可是他始终不肯独自静静地去写的 人家写东西 我知道是大半喜欢在人静更深时动笔的 他可不然 最喜欢在人多的地方 尤其是离不了我 除我不在他的身旁 我是一个极蓝散的人 最不知道怎样收拾东西 我书桌上是乱得连手都几乎放不下的 当然他写完的东西 我是轻易也不会想着给收拾好 所以他隔夜写的诗常常刺沉就不见了 嘟着嘴只好怨我几声 现在想来真是难过 因为诗意偶然得来的是不轻易来的 我不知毁了他多少美的小时 早知他要离开我这样的匆匆 我赌咒也不那样的大意的 真可恨 为什么人们不知道将来的一切呢 我写了半天也不知道胡走了些什么 头早已晕了 手也发抖了 心也痛了 可是没有人来 治我的笔了 四周只是寂静 房中只闻滴答的钟声 再没有治磨的好了好了的声音了 写到此地不由我真正的心酸 人生的变态真叫人难以捉摸 一叉眼 一皱眉 一切都可以大翻身 我再也想不到 我生命道上还有这一幕悲惨的剧 人生太奇怪了 我现在居然还有同治磨写一道序的机会 这是我早答应过他 而始终没有实行的 将来侮若出什么书 实在也得不着他半个字了 虽然他也早已答应过我的 看起来还是他比我运气 我从此只成单独的了 我再也写不下去了 没有人叫我停 我也只得自己停了 我眼前只是一阵阵的模糊 伤心的血泪充满着我的眼眶 再也分不清白纸黑墨 至磨的幽魂 不知到底有一些回忆能力不 我若戈壁还不见持我的手 我们能做到的是在因缘际会的时候 好好珍惜那短暂的时光 我是映尤 让我们下期不听不散了 我盘旋在寂寞上空 眼看着运气日落 情绪就要降落 情绪就要降落 也许在梦的出口 平安拥抱了感动 一瞬间才明白 一瞬间才明白 你要告别了 你把话说好了 你要告别了 你会快乐 你会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